嚇死,這如果塞車人嚇死,而且它車子也沒有停欸,繼續餒 對啊,直接在它的擋風波裡前面 什麼東西啊 而且我覺得它很好運,因為它就沿著河飛 所以它那個河的旁邊都有那個沙粥草地 所以它不會有重大的傷亡,也不會重建築物 可是那個馬上就塞到鼻根口,馬上就不太能呼吸 不會,因為它沿著河,河道飛行 所以它更能維持平衡 因為你一定是 要避,避,避什麼東西 來,我們先休息一下 它學習這樣真的有很厲害 好,歡迎回到現場 這個大陸的媒體叫環球時報呢 批評柯文哲有些狂了 OK,可能就是講有關於什麼殖民 殖民越久,文明越高啊 或者是這一國兩制 然後呢兩國一制 那麼已經有一點開始回應了 除了它會從官媒開始嘛 對不對 我看環球時報今天會更生氣 所以柯文哲跟他說 這個報紙代表手 什麼的 對,不用理他 所以 更狂 那就不是,不是 那環球時報就會改個標題 我跟你講耶,我們男者出一個 就不是有些狂 出一個政治人物敢講環球時報 不要理他耶 他從來就說他是狂人啊 他從還沒選舉 就告訴大家他是狂人 然後他是個瘋子 看到沒有 他說我的對手要小心 因為我是個瘋子 他不只對財團講 也是對中國大陸 今天這個環球時報其他人講 他就告訴大家 這位環球時報講 這位台北新市長的扭曲價值觀 他對大陸社會的嚴重偏見 盡顯無疑 柯被選舉勝利沖昏頭 開始說話無底線 對展示自己的台獨偏好 越來越不做克制 逐漸擺出挑釁姿態 身為台北市長 本意迴避兩岸政治問題 但他卻對表態很有興趣 柯文哲的放肆 傳達台灣 傳達出台灣一些力量 像北韓主播上身 對玩刺激大陸遊戲的蠻不在乎 價值觀到這一步 是很難勸往很難往回勸的 大陸要有一些清醒認識 在與台灣發展各種關係時 須把保持台海和平的希望 寄託在自身綜合力量的建設上 你聽到嗎 美人 你這個新聞完了以後 他們在網路上又做了一個民調 我已經是離什麼 北韓那個季 他們做了一個民調 我已經是魚雞的爆發了 他們又做了一個民調說 台灣民眾應該有七成都會認同 柯文哲 對於殖民現代性 這是他對中國大陸開放的這個民調 那中國大陸的民眾就是網民相信 台灣大概有七成通通都會去認同 這個柯文哲所說的這一切 來 所以自打嘴巴 柯文哲抛出兩國一致 大陸媒體環球時報 批評他發言放肆 我只講了 我覺得 我現在在演 中國太久 賣獨櫃拍廊 來來來來來 我遇到一個這樣也不錯 來來來 大建議環球時報建議大陸當局 取消上海台北雙城論壇 柯文哲回應了 他好像有經過討論了還是沒有 他說重點在一致不在兩國 因為這個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有發出回應 他說大陸與台灣同屬一個中國 兩岸不是國與國 兩岸關係的底線不容挑釁 柯文哲說重點是一致不是國與國 不在兩國 那麼他指的一致是指人民社會 所以基本價值不是政治這樣子 他說兩岸必須在現有基礎上往前進 雙城論壇甚至可以擴大成兩岸城市論壇 你說吧 人家已經說你放肆挑釁了 短期間你大概不用去了 這樣講沒錯吧 柯文哲短時間不用去大陸吧 這個很難講啦 我覺得大陸 這還有什麼難講 大陸已經把底線畫出來了 沒有 問題是柯文哲不去大陸又會怎麼樣 不會怎樣 對啊 那城市論壇 雙城論壇不辦也不會怎麼樣 對啊 大陸是沒有飯再吃 有雙城論壇的時候 你也不覺得怎樣 有什麼事情嗎 對 你知道 跟好龍兵比較有關係嗎 對 柯文哲他真的是 有一個故事叫國王的新衣 他只不過是那個很白目的路人 他跟國王說 你根本沒有穿衣服 你哪有穿新衣 他只不過講出實情而已 你看 對方就那麼緊張 可是其實我們要知道 其實柯文哲有一點 他解讀是錯的 他說環球時報算什麼 環球時報確實算什麼 因為環球時報也算是他們 這個中國重要的一個媒體 發聲單位 包括你從人民日報的評論員 或者是解放軍日報 或環球日報 這個都有他一定的那個 程度分量 代表中國共產黨 他的那個內部立場 所以他確實是發出聲音 不過過去齁 其實像類似這種文章 都會有文攻加武鶴 現在進步一點 武鶴是沒有 文攻倒是還是蠻強烈的 我覺得柯文哲他想說 我就說過 他說英文來追 他說希望再開 對 這個 上海跟台北 城市論壇 那柯文哲是判斷說還是會開 這有趣喔 柯文哲判斷是還是會開 所以剛剛韋翰你講的 不是不可能喔 對 我覺得齁 洪英哥現在在講就是說 過去大陸他在對台灣的 這個遊戲的 這個方法跟邏輯 現在遇到柯文哲之後 他必須要做改變 也就是說 大陸對台灣 他 他有一個終極的目標 就是希望兩岸能夠統一 可在這個過程當中 怎麼樣做才有效 這個他們會做很多的微調 共產黨並不是我們所想像 就是萬惡的共匪 他是一個大的國家 他也有很多他的計謀 那現在柯文哲 在告訴他說 我已經跟你過去接觸的那些對象 不管藍藍綠綠都不一樣 所以這個時候 我還是延續我上一次講的那個基調 只要台灣多數的民眾 是支持柯文哲的 那麼大陸就必須要跟柯文哲對話 就這麼簡單 就是說他即使 今天環球日報這樣出來罵他 解放軍立場出來了 欸那為什麼是環球日報 如果之後發現說 柯文哲在哪一個人道上 或是他又在講什麼時候可以的時候 他可能會透過其他的媒體 其他的管道 然後再去對柯文哲示好 中共沒有那麼傻的工跟你賭氣 然後就以後就老死不相往來 他也在視柯文哲的底線 說不定環球日報寫這樣 要柯文哲就縮回去了 欸他就知道你的籌碼是怎樣 對 對 所以其實這個局才剛開始而已 我並不認為 我們台灣的政理事務 很多的普遍上都是中國妹妹 都很緊張 那如果是這種政治人物的話 說實在的 在兩岸的這個所謂談判上面的話 這些政治人物根本是底牌進線 每一個他的他要什麼 他要那個 這個要這個 每個底牌都被大陸看光了 那我們不可能談得贏的 不是 那個感覺就是 這個色狼手還沒有伸出來 這個人就把自己全身脫光 我知道你要什麼 所以我就先 之前馬上久不是很想要馬錫慧嗎 他底牌籌碼都已經告訴大家 所以中國對你就餘取餘求啊 那我覺得柯文哲他現在策略 就是我就先這樣子跟你兩國一致 我先告訴你 我的底線這麼驚 到時候大家來談嘛 而且別忘了 柯文哲搞不好是台灣政治人物裡面 研究你們毛澤東 他是在透徹的 崇拜的 是啊 他是非常崇拜非常透徹 所以他要以毛自共 我們來講講本質啦 柯文哲講那一套 看中國敢不敢全輪照燈 不敢 不敢 絕對不敢 為什麼 因為他們2013年發布了一個七不講 對 這個才嚴重啊 七不講什麼不講 台獨不講 普世價值不能講 新聞自由不能講 新聞自由不能講 所以中國有沒有新聞自由 沒有 沒有啊 我說你有種 你讓柯文哲講的話 讓中國的年輕人聽聽看嘛 有沒有道理 公民社會不能講 所以他們有沒有公民 沒有 沒有 他們有社會主義 公民權利不能講 所以他們公民有沒有權利 沒有 再來是 黨的歷史錯誤不能講 黨的歷史有沒有錯誤 並有啊 太多了 這個都不能講 權貴資產階級不能講 所以他們權貴資產階級多不多 多 這是紅色企業啊 紅二代啊 他們可以說 我們 我們的副總統有300空白 胡潤排行榜 對不對 他敢說他們的總理 他們的國家主席多少錢 很難說 不敢說 不是很難說 他們現在他們的國家主席的薪水很低啊 五萬台幣 很低啊 對 再來 司法獨立不能講 司法獨立不能講 所以他司法獨立不 不獨立 沒有嘛 你就是沒有那個 你才要框住你的人民 把他當成囚犯這樣綁嘛 這個顯示中國什麼 先虛嘛 脆弱 你才要這樣控制人民嘛 這顯示他的領導穩固 對啊 你再看喔 再看喔 中國的教育部長最近講喔 學校裡面不准批評共產黨 不准批評社會主義 我們這裡可以批評我們的政府嗎 可以啊 我們這裡可以批評我們的制度嗎 可以啊 為什麼一定不行 對 可是他們最近也 他們最近 他們應該講說這 這二十年來的這個民族驕傲感大概是 過去兩百年最高的 最高的時候 對不對 最高的了 而且包含最近不是美國也給他們那個免簽十年嘛 對啊 他們也很驕傲這個事情啊 中國他要怎麼驕傲都OK啦 我是說齁 把我們講的這個事情給他們聽嘛 那不敢嘛 不敢就表示你心虛嘛 美國人敢不可以批評他們的制度 他們的總統 可以嘛 美國就什麼都能講 所以是個 這個言論跟新聞保障自由的國家啊 我們聽到說要跟他統一不嚇死了 我們剛有一個環球時報要怎麼賣人 會嗎 會嗎 我想齁 我覺得柯文哲剛好打到他們的一個痛處啦 那第一個痛處當然他說 講到兩國他們就跟中邪一樣 那這個當然是痛處是說 他沒辦法思考說 有一個台灣是個獨立國家 這完全沒辦法碰 那柯文哲跟你說 沒關係沒關係 那我們不要講兩國 那我們講一字 那一字是什麼 他說社會 人民跟文化 那其實談的主要應該是民族制度嘛 就是說我們的民族生活 那中國我看他也不敢講這個一字 也就是說他跟你講這個制度應該說 我們兩邊都來想 因為其實民主是普世價值嘛 但是剛才宏儀大哥講七不講 所以他也不能講普世價值 也不能講公民權利 所以他們的媒體 絕對不敢看柯批的這個言論 因為看了之後他們的年輕人會怎麼想 其實我們跟他們年輕人也有交流過啊 他其實蠻羨慕我們有這樣民主的一個制度 他可以批評我們的國家 批評總統 他說你們可以批評你們總統 他們也可以批評我們的總統 但是呢 他就不能批評他們的國家主席 如果在大陸開著那個大聲工的那個車子有沒有 在什麼一個城市的廣場罵習近平會怎樣 應該很快就抓走了 很快就被抓走了 很快就被抓走了